透过画面可以看到两台机车并行 其中一台要转进左边巷口 突然发生碰撞 两台车瞬间喷飞机车零件四散 巨大撞击力道下 歧视也倒地不起 带您来听一下警方的说明 借后通报前往台17线 大滩路口处理交通事故 单场发现黄南驾驶重机车 于大滩路口左转弯与黄南驾驶重机车 执行发生交通事故 双方均无酒驾 事发在24号晚间8点多 当时45岁黄姓男子骑车行进台17线 北向南至大滩路口 打算左转进左边巷口时 于之行的25岁黄姓骑士发生擦撞 猛烈撞击力道机车零件散落仪 地车头也被撞到变形 其中黄姓男子送医急救后 人不幸身亡 黄姓骑士则因骨折住院治疗 初不了解两人都没有酒驾 详细肇事原因 警方仍在厘清当中 小失去 小失去